最近有位营养师出了一条片 说有10种食物会升高胆固醇 但说来说去 都是围绕着升LDL的胆固醇 有人在下面留言说 影片提到会升胆固醇的食物 我已经吃得很少 但是胆固醇依然高 LDL胆固醇的确是心血管质病的其中一个风险因子 但是LDL高不代表你一定有问题 很多研究组就证实 胆固醇高不等于一定有危险 还要看身体其他指标和整体情况才可以判断 所以这一集我不是讲一般升胆固醇的食物 而是想策计真正会升小异物质LDL的食物 这些小异物质LDL 先是令到你血管变差 推高容易氧化的胆固醇的元凶 更恐怖的是 这些食物其实你每天都吃着 但是完全没有留意的 最令人担心的是 就算这份胆固醇报告 看起来完全正常 这些食物还可能密密地推高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我们要先打好这几个基础 很多人现在都知道了 其实吃胆固醇高的食物 例如鸡蛋、海鲜、内藏 不会直接令到你胆固醇飙升 再来饱和脂肪的确会令到你胆固醇上升 但是我们要明白 胆固醇高本身不等于有问题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你里面的胆固醇是什么类型 我在其他影片都已经解释过 大家说的坏胆固醇LDL 其实它都有分小易密集的LDL 和大易蓬松的LDL 小易密集的LDL才是最大风险 你胆固醇报告可能看起来正常 但如果你LDL大部分都是小易密集的 这样就可容易穿入血管壁 被氧化形成斑块 这些才是真正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原因 所以以下就是真正升洗意密集的LDL的八种食物 那么第一就是胸埔食品 例如牛角包、Cookie、松饼 很多人说这些食物不要吃那么多 因为里面又用了气酥油、有繁色脂肪、会升胆的信 但是其实现在香港市面上的气酥油 已经没有了繁色脂肪了 因为已经在2023年 禁止用以前部分氢化的方法 而现在是用完全氢化 这样就不会再产生繁色脂肪 不过这些气酥油都经过一个叫脂肪重组反应 属于高度加工的油脂 还有里面一定有很多添加剂 早期有些研究发现 这种脂肪可能会增加身体发炎的反应 甚至令你更热出炎异倒素阻痕 所以问题不是牛角包或Cookie本身 如果是用传统真牛油来做 反而不会影响你的细意密集的LDL 那么第二 就是松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植物种之油 虽然看上去好像很健康 但是Omega 6太高了 太多Omega 6会令到身体的Omega 6和3的失陷 令到你体内发炎 而且这些油本身就是不稳定 可容易氧化 吃得多会令到你LDL粒子变得更细和更密集 即是真正的坏胆果实 第三 就是煎炸食物 通常都是用植物油 再加高温炸 会令到油容易氧化 产生有毒的副产品 长期吃这些 直接会推高身体炎症指数 令到细意密集的LDL增加 第四 就是汽水、珍珠奶茶、果汁等等 这些饮品是太多糖分了 甚至果粮的果汁都不太好 因为这些会令到肝脏制造 果粮的三酸金油脂 然后会转化成细意密集的LDL 第五 就是过多的白饭、白面包等等 这些属于精济淀粉 会很快升高你的血糖 令你身体分泌更多的异肚素 长期这样你吃法 会推动细意密集的LDL的形成 不过我要说清楚 我不是说你完全不可以吃这些食物 重点是份量有多少 还有你拿来配些什么食物一起吃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整体的升糖负荷 从而决定它对你血糖和胆固醇的影响有多大 简单来说我不建议你吃白粥加肠份 因为两个都是升高血糖 又没有蛋白质又没有脂肪 会令你血糖很快飙上去 但如果你很想吃粥的话 可以配量直煎蛋或者再加个煎猪扒 因为蛋白质和脂肪 可以帮你平衡血糖反应 减压血糖速度对身体好很多 要记住 预倒数阻痪都是心血管质病的重大风险因素 甚至比高蛋白质更加严重 所以你吃得多少碳水 应该根据你每日的活动量去调整 所以如果你想学会如何稳定血糖 懂得如何配搭食物 又不想为了健康吃到没有人生乐趣 有一个稳定血糖的线上过程 会由根源开始教你控制血糖 一步一步帮你慢慢改善血糖 还有重要的是减得你心脏病的风险 大陆是含有大量人工添加剂的食物 例如饼干 蛋糕 薯片 即食面 香肠等等 很多时这些食物加入大量的添加剂 不但为了现场保存期 还是想做到你吃完一口 又想多吃一口 越吃越常人 通常会加很多乳化剂 甜味剂 色素 防护剂 调味剂 等等的添加剂 有些成分会破坏长度菌菌的Balance 增加长度的滲透性 长期吃下去还会引发慢性发炎 而且你身体要处理 那么多非天然的物质 都会增加代制负担 间接又会进一步加强身体发炎反应 从而提升洗意密集的LDR风险 不过我不是说这些食物完全不能碰 其实现在市面上都有很多无添加 或者少添加的版本 你只要平时留意下成分标签 都可以找到比较干净 没有那么多加工成分的选择 如果有机会 下次我都可以做个video 教你们怎么看成分标签 营养师通常会教大家看营养标签的时候 例如会说即食面不健康 因为脂肪多 饱和脂肪高 会升胆那时候所以不建议吃 其实我自己都不建议吃即食面 但是我想说的是 重点不是饱和脂肪本身 或者高脂肪 真正值得你小心的 是里面的调味包 人工添加剂 即是一些你在自己的厨房 根本不会用的化学成分 还有那块面 通常都是用反复炸过几次的油症出来 这才是令到你身体发炎 最后会推身体 生成更多的识意密集的LDL 所以不要只看着饱和脂肪 脂肪有多少 就说健康不健康 应该看整件食物的加工性度 高不高 还有里面有多少你都读不出的添加剂成分 第七要说的是 隐藏的繁息脂肪 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禁止了工业用的繁息脂肪 但是问题是 你家平时用来炒菜的植物油 其实都有机会产生繁息脂肪 香港消费会有份报告指出 市面上超过七成的精制植物种之油 已经本身含有一定量的繁息脂肪 只不过因为含量低过每100克0.5克 所以不用标示含繁息脂肪 我在这条片中分享更多关于香港消费会的报告 影片连结在下面都可以找到 你想想你买回来之后再用你高温煮食 爆炒炸饭 就会进一步令油轻化 便则产生更多饭食脂肪 长期感食下去 一天可能不觉不觉之间 吃了不少饭食脂肪落土 而这些饭食脂肪会推高你的细胃密集 同时降低你的HDL 对心血管健康非常不利 第八样就是酒精 特别在饮得多的情况 酒精会回去肝脏代謝 令你的三酸金油脂上升 然后又推高你的细胃密集 总结一下 其实你真正要小心的 不是鸡蛋不是动物油脂 而是糖分高加工程度高 不稳定的植物油 再加上跌会引发慢性发炎的食物 它们会升的就是细胃密集的LDL 而这种LDL才是最容易氧化 最容易失血管的那种 是真正增加关心病风险的怨控 最恐怖的是 这份胆告证报告 可能看来是完全正常 但你看来的所谓正常的胆告证 其实很可能是容易氧化 容易出事的那种 讲开又讲 我们经常都执着要降低胆告证 但其实报告已经显示了 有七成以上 心脏病发二入院的患者 它们的胆告证水平是正常的 还有根据这份报告 死亡率最低那班人 它们的胆告证是在200-250mg per deciliter 即是5.2-6.5mg per deciliter 但其实这个范围 是今天胆告证指标的高危和中危 所以在影片开始 我都有讲过见过不少留言说 它们已经吃了很少油腻的东西 不再吃饱和脂肪 乖乖地做齐基本功夫 但依然胆告证高 很多时候这些人一直以为自己是胆告证出了问题 但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高胆告信根本不是问题所在 偏偏就是因为这件事 搞到他们压力爆煲 天天担心 有些甚至不一定需要吃药 都被吓到觉得不吃不行 如果你自己都想知道 自己的胆告信报告是否真的有问题 是否真的要担心 我准备了一份电子书给你参考 帮你重新认识胆告信 不再用数字去吓自己 所有的连结我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真是希望这本电子书可以帮到你 令你从今天开始 用正确的角度去看胆个信 不再被错误资讯吓自己 今集就讲到这里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